权钱交易 草菅人命 逃色贿赂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不敢拍的 这部上映于2023年的电影 即使在废除电影审查制度的韩国也被禁播了两年 最后删减30分钟才可以上映 在反复将这部电影看了三遍之后 我只想奉劝大家 真爱生命 远离老无离 否则会被吃得连渣子都不会胜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万年候选人全海雄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 大佬顺太愿意支持他当选议员 进入梦寐以求的政治圈 然而没想到在公布提名的前一天 顺太却突然决定换人 抛弃全海雄 转而扶持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旺财 成为海云台区议员 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了全海雄一个措手不及 在跪地求饶也没能改变顺太的心意之后 不愿就此服输的全海雄决定放手一搏 以无党派人士参加这次竞选 为了筹集竞选所需资金 全海雄买通老同学文章号 从他手里拿到了海云台开发计划书 然后以此为筹码 和社会人金碧道做交易 换得金碧道的资金支持 金碧道虽然想一口吞下这块肥肉 但是他自知自己没有这份财力 所以他又帮全海雄引荐了开发商震撼国 有了这两人的资金支持 加上全海雄自己的努力 全海雄的竞选之路可谓是势如破竹 是海云台地区孤生最高的候选人 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 全海雄当选议员将没有任何悬念 反观顺太支持的旺财 除了每天站在路口给人磕头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竞选策略 更不用说康太激昂的竞选演讲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选举结果出来时 旺财以49.7%的选票 完胜全海雄的33% 顺利当选海云台区议员 得知这一结果 先前还和全海雄称兄道弟的金碧道瞬间翻脸 他让全海雄想办法完成之前的承诺 然后非常不爽地带着小弟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在旺财顺利当选议员后 顺太将象征身份的金徽章带在了旺财的领口上 倍感荣幸的旺财跪在地上向顺太发誓 一辈子都会对顺太忠心耿耿 永远也不会做出对顺太不利的事情 接着 顺太又让人将负责海云台开发计划的文章号请了过来 为了使得利益最大化 顺太要求修改海云台开发计划 而且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大修改 这瞬间让文章号心虚了起来 他之前已经将计划卖给了全海雄 如果按照顺太的意思修改 那么全海雄手上的计划书就是一堆废纸 没有一点用处 听到文章号对新计划有些不满 旺财拿出一份新材料放在了文章号面前 原本还想再印起一些的文章号 看到手上这些材料 瞬间就粘了 他十分清楚自己经不起调查 所以只能乖乖听从顺太的命令 采纳顺太的新计划书 两天后 海云台开发计划书正式向社会公布 看到这份新计划书 郑汉摩当时就联系打手公司叫了三车人 然后拿着报纸找到了全海雄 因为全海雄之前提供的新计划书 郑汉摩买了很多地准备大赚一番 没想到现在新计划书公布后 他之前买的那些地全都不在开发计划内 别说赚钱 如何脱手都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 全海雄之前的竞选资金也都是从他那里拿的 金帝道只不过是出了一些人帮忙而已 所以郑汉摩要求全海雄明天午饭之前还钱 否则一定要他好看 威胁了全海雄之后 郑汉摩又去见了打手公司的人 他雇用打手公司三车人 是想活抓金币道 被坑惨的郑汉摩 认为是金币道火同全海雄一起欺骗他 所以他要教教金币道如何做人 拿到郑汉摩之父的双倍用金 三车打手浩浩荡荡地冲进了金币道的老巢 正在办公室看报的金币道 从监控器上看到有人入侵就立刻冲了出去 因为打手公司的人来得太过突然 打了金币道手下一个措手不及 在金币道出面挡了一会儿后 他的手下终于赶了过来 顺利实现反杀 制服了郑汉摩雇佣的打手 刚刚看过报纸的金币道 自然知道新计划书的事情 所以自然而然明白是郑汉摩在对他进行报复 郑汉摩的报复不然可恨 但是金币道现在要调查清楚新计划书的事情 究竟是全海雄在弄虚作假故隆他 还是这件事另有原因 所以他找到了负责计划书的文章号 接着 金币道又将全海雄叫了过来 准备和文章号当面对峙 同样对新计划书被感疑惑的全海雄 质问文章号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已经付过钱了 为什么计划书突然会变 而他却一点风声也不知道 自当委屈的文章号 略带哭腔的告诉全海雄 这是怎么能怪他 他也是收到上级命令才这样做 他只是一个小部长 面对那些大人物只能违命是足 谁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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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太这种大人物根本不是文章号所能接触到的 在之前的见面中 虽然文章号不知道顺太是谁 但是刚刚当选的旺财都站在顺太面前唯命是从 这足以说明顺太位高权重 竞选失败 计划书也成了废纸 现在的全海雄几乎没了任何用处 深知这一点的全海雄告诉金币道和文章号 如果想逆境翻盘 那就听从他的指挥 他有一个计划 只要成功 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 甚至还能加倍收获回报 4日上午 全海雄去釜山日报找到了记者小宋 之前竞选时 小宋曾经给全海雄做过一次采访 所以一来二去 全海雄发现小宋的职业素养非常高 很适合他现在进行的这个计划 全海雄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曝光计划书被擅自修改的事情 根据他的分析 这次计划书的变更 将会使得某些人最少获利1.6亿 外加一些额外费用 另外 能突然更改这份计划书的肯定位置不低 不是1号就是2号 70年代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接着 全海雄又将原来计划书的原件拿了出来 这份原件是从文章号那里拿到的 有了这份原件作为证据 刚才全海雄的那些分析才会更加容易被人认可 按照刚才全海雄和釜山日报主编的约定 这个大瓜将会在明天早间报上刊登 中午的时候 一直没拿到钱的郑汉摩打电话联系全海雄 因为没拿到钱 所以他准备去检察官那里做作 全海雄在选举期间隐私舞弊 贿赂选民 泄露官方文件 这些罪名如果被捅到检察官那里 不知道全海雄会有什么下场 自认为被骗的郑汉摩 有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报复心意 即使他知道这是被捅出去会两败俱伤 但是他依然选择这样做 虽然郑汉摩做事够狠够绝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靠这股狠镜就能解决的 在得知郑汉摩检举自己之后 全海雄直接找到了首席检察官 现在的首席是全海雄的校友 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 所以在知道郑汉摩检举的时候 首席立刻将负责接待郑汉摩的精简教育 多若自然 我是经典的 您好吗 简单的在外面吃了晚饭 全海雄带着手细和金简来到了金碧道的宾馆 早已在外面等待的迎宾 热情的将手细和金简分别带进了包间之中 从未来过这种地方的金简 看到服务员显得略微紧张 见此情景 服务员贴心的拿出一张表格告诉金简 他们这里还提供带投注服务 只要金简将赛马编号和金额写出来就可以了 根据服务员的提示 金简在单子上写下了8号和7号 按照金简在单子上写下的编号 另一位服务员从柜子中拿出对应的比赛录像 然后宣布第五场比赛正式开始 惊心动魄的赛马之后 有些体力不支的金简拿着刚才的单子 顺利从柜台去走这次比赛赢得的奖面 金简的办公室内 依然还在这里傻等的郑汉魔 正在吃晚饭 一位工作人员走进来告诉他 金简今晚不回来 让郑汉魔先回家 已经在这里傻等大半天的郑汉魔 听到这话 哪里还想不出其中的猫 不愿就此放弃的他 在回去的路上打电话给媒体想要揭发这件事 不料电话刚刚接通 前方一辆面包车就突然急杀 来不及躲闪的郑汉魔静止撞了上去 事故发生后 原本就不顺心的郑汉魔想下车教训一下前面司机 哪曾想前方面包车里坐着满满一车大汗 见此情景 郑汉魔立刻感觉不妙 这哪里是偶然发生的交通事故 分明是金简倒在找他麻烦 虽然首席和金简已经被全海雄摆提 但是如果任由郑汉魔到处乱说 迟早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 不管是为了帮全海雄解决这个麻烦 还是报复郑汉魔之前的所作所 金简倒都不会让郑汉魔活过今晚 所以在狠狠教训了郑汉魔一顿之后 金简倒让手下不断给郑汉魔灌酒 伪造郑汉魔酒罪发生事故的假象 第二天 釜山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城开发计划内幕的新闻 看到这篇文章 顺泰差点直接被气死 他打电话联系朋友让釜山日报闭嘴 市政厅内 全海雄和金简倒正在这里等候 就在刚刚 文章号通知他们 上次的那个人约他见面 让全海雄赶紧过来 这将是全海雄挖出幕后策划人的好机会 报纸上刊登了原来的计划书 所以顺泰自然要将文章号叫来问话 已经事先准备好的文章号 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只承认自己之前卖过计划书 丝毫不承认这件事情和他有关 正在这时 一路尾随在后面的全海雄带着金简倒走了进来 一直不清楚事情真相的全海雄 看到顺泰 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本以为幕后之人是只小狐狸 没想到却是顺泰这只凶狠又狡诈的大老虎 不过即使是顺泰这只大老虎 全海雄也要虎口拔牙 他现在已经穷途陌路 如果不捞点好处 根本没法和金简倒交代 按照全海雄之前的分析 顺泰这次更改计划书将会获利1.6亿 虽然这些钱绝大部分都会被用于即将举行的大选 但是作为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称称自己掌握了开发计划黑幕以及大选黑料 如果顺泰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就将这些卖给别人 毕竟想在大选中获胜的不仅仅只有顺泰一方 听到全海雄的威胁 顺泰并没有慌乱 先不说全海雄的手上究竟有没有这些黑料 即使有这些黑料 他也必须处遍不惊 一旦他露窃 那全海雄就会掌握主动 这样一来 他也就失去了谈条件的资格 第一次和顺泰正面交锋 全海雄并没有占据上风 他只能嘴硬告诉顺泰 他不会等太久 让顺泰尽快做决定 这次见面不久后 顺泰就找到首席拿到了金碧道的资料 并了解到在全海雄竞选失败后 正汉魔一直催全海雄还钱 甚至还将事情捅到了他们这里 好在现在正汉魔已经酒驾身亡 不用再被他骚扰了 听到正汉魔出车祸丧命 顺泰立刻意识导致金碧道吓得黑手 这种简单的套路 大多数人都明白 只是不愿意去揭穿人 在顺泰的示意下 金碧道和全海雄很快就因涉嫌谋杀被抓回去问话 根据试检结果 正汉魔的肺部存在大量白酒 这显然是被别人灌进去的 毕竟没有哪个人会自己朝肺里灌酒 然后再开车冲下悬崖 面对对方的指控 全海雄和金碧道拒不承认和这件事有关 至于为什么正汉魔的肺部有大量白酒 那要问正汉魔本人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在审问半天无果后 检察官也只能任由全海雄离开 毕竟全海雄也是一个知名人物 在没有确切罪证的情况下 无法将他强制拘留 至于金碧道则没有这么幸运 他本身就是社会人 违法乱纪的事情经常做 随便拿出几件事情都能将他送入大门 所以他无法像全海雄那样离开着 此时的金碧道已经被顺泰叫了过去 在得知金碧道是全海雄的支持者之后 顺泰就想到了釜底抽薪的办法 没有了金碧道的支持 全海雄的很多事情都将举步为奸 而且假如金碧道成为顺泰的人 那么全海雄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被动 韩散蒋一起的金碧道 面对顺泰抛出的橄榄枝 起初并不答应 直到顺泰播放了全海雄 接受问话时的录音后 这才让他产生动摇 阳光沙滩酒店中 小宋约全海雄在这里见命 就在前不久 因为顺泰让腐山日报闭嘴 所以主编拒绝了小宋跟踪报道的请求 转让小宋放假休息 一向绝强的小宋 在得知是有人让腐山日报闭嘴后 直接辞职离开了腐山日报 然而正当他拿着东西离开的时候 却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 一个叫嫖向满的人声称之前的议员选举有飞幕 嫖向满原是海云台选举委员会经理 在正式投票前夕 顺泰找到了嫖向满 声称不仅会帮忙安排嫖向满女儿的心脏移植手术 还会给予嫖向满一大笔报酬 而条件就是嫖向满帮他们拿到选票的底片 序列号以及印章 虽然嫖向满知道这样违法 但是为了女儿的心脏移植手术 最终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帮顺泰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然而没想到的是 当顺泰拿到这些东西后 却对他杀人灭口 如果不是他命大捡回一条命 早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而现在促使嫖向满找小宋的原因是 他的妻女全都不见了 他自知没有能力和顺态度 所以只好找到了一项正直的小宋帮忙 如果说全海雄之前手中的证据 勉强能算一张王牌的话 那么现在嫖向满则是王炸 有了嫖向满 全海雄不夸顺态不服人 当天晚上 全海雄就将一盘录像带送到了首席家中 威胁首席释放金币道 看到录像带 首席顿时脸黑了 他没想到全海雄竟然翻脸这么快 前几天还请他去赛马 现在却又赤裸裸地威胁他 不过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 首席只能答应全海雄的要求 将金币道无罪释放 金币道的老巢中 刚刚回到这里的金币道 在吃了一碗泡面后 劝全海雄收手 不要再继续和顺态等了 但是全海雄现在有嫖向满这张王炸 又怎么会现在放弃 所以他安慰金币道放心跟着他看 以后一定可以飞黄腾达 在见过金币道之后 全海雄又让首席带着他找到了顺态 之前全海雄想让顺态拿出10%的补偿 但是顺态没有答应 现在有了嫖向满 全海雄当然要好好利用 看到嫖向满的照片 顺态顿时意识到了威胁 如果真的被嫖向满公开指证 他也要花费很大力气解决 不过顺态并没有将这种紧张表现出来 他告诉全海雄 迅思舞弊这件事并不稀奇 不只是他们在做 他们的对手也在做 如果全海雄真的将这种事揭露出来 未必会达到全海雄所期盼的那种效果 也已经是小狐狸的全海雄 自然不会被顺态的这几句话骗过去 如果顺态真的不在意这些东西 又怎么会出来见他 面对全海雄的咄咄逼人 顺态只能退后一步 表示可以答应全海雄先前提出的10% 并保证全海雄在10月份的补选中当选 终于占据上风的全海雄 先是要求顺态向他道歉 然后又要求顺态对嫖向满道歉 说着全海雄从怀中拿出录音机 要求顺态将道歉的话录下来 全海雄走后 顺态又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告诉对方准备发火 次日的釜山 艳阳高照风光和煦 按照之前的计划 今天嫖向满将会在新闻发布会上 揭露顺态的暴行 让顺态绳之以法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许多在这里等候的记者互相议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唯一知道内幕的小颂紧张地 看了看墙上的钟 现在已经过了12年 而全海雄和嫖向满却依然没有出现 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 房门终于被人从外面打开 一群记者蜂拥而上对着来人不断拍照 突然进来的人并不是全海雄或者嫖向满 而是文章号 一座码头上 原先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嫖向满 被带到了这里 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的嫖向满 被金逼道的手下从车上粗鲁地拽了下来 然后推散着将他送到了船上 新闻发布会现场 文章号正在讲述开发计划书泄露的原因以及过程 他是在遭到殴打和威胁的情况下 不得已才将计划书泄露给他人 眼看全海雄和嫖向满迟迟没有出现 小宋再也没法继续在这里等下去 他匆匆跑下楼去前台打电话 然而不管他怎么打 都没有人接听电话 小宋的身后 几个身穿西装的男人看似无意地站在了小宋身边 待他们离开后 小宋也不见了踪影 只有还未放好的发布在滴滴坐下 一座悬崖边 将嫖向满扔进海里之后 金碧道又准备制造全海雄烧炭自杀的假象 与此同时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当有媒体询问文章号是被谁袭击和威胁的时候 文章号说出了金碧道的名字 与此同时 站在悬崖边的金碧道突然被人从身后偷袭 时间回到昨天晚上 在顺太对着录音机向嫖向满道歉后 顺太将录音机放在了全海雄面前 要求全海雄向郑汉母道歉 因为先前顺太的挑拨 金碧道最终还是选择出卖全海雄 不仅帮顺太再次杀掉嫖向母 还将全顺太指使他杀掉正汉母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顺太的话 早已满头大汉的全海雄也终于主动求和 实现双赢的局面 而作为回报 顺太也放弃了杀掉他的技能 转而将他收入归下 公有一身蛮力的金碧道 直到临死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被全海雄和顺太卖得干干净净 这两人全都是吃人不吐苦头的主 不仅将他耍得团团团 还收买了他的手下 给予了致命一击 九个月后 在顺太的支持下 全海雄终于顺利当选一员 成功走进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圈子